大家好 我是Brenna 今天就要去珠海玩了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珠海 我原本认为会很远 但其实原来买到珠海 都只是半个字了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珠海玩 我就第一次来这个香港口岸 我觉得它算是这么多个我见过的口岸 最美的一个 由于我已经在网上买了巴士的票 所以我就来这些机器直接拿机就可以了 再给工作人员查一查 就可以去搭巴士了 但那时候只给了身份证的人 我想过到珠海那边 才要再给回应证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会坐的金巴勒 上车之后我就会建议坐左边 因为可以看到更近的海景 看到这个景 立即觉得整程车都没那么闷 你看看 过了一条桥就到珠海了 下车了我发现真的踏了刚刚很白 接着就在珠海这边过关了 刚才过关 我觉得简直可以用极速来形容 因为完全没有人 但来到这边 我其实要研究一下如何去市区 因为我发现那些巴士站有些稀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可能可能会搭的士 搭了一阵很快就到市区了 去到的时候都两点多了 所以就要趕快搞了check in 那边先了 哇 但都还没搭完 就竟然让我看到这一幕 好像说是搞错了房卡 我也不知道 弄了一阵 终于可以进房子了 不计刚才的小失误 其实我对这房子都挺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它和照片有八九成相似 而且看上去都很干净 有个光满的 然后它有些房子是电视机的 那我们这房子就是投影机 还有个厨房仔的 那它有个洗衣机 猜不到我之后居然真的用得着 那厕所都够干净 而且也有风筒提供 窗的对面还有一派全身镜 那就可以出门口前往一望 终于安定了 大家看看 我最满意就是它两面都有窗 还有其中一面是长窗 那现在就是三点多了 不然它超漂亮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吃东西 我希望我可以在日落之前 再说一次它的景点 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去情侣路附近的商场 我原本以为这个商场是很大型的 真的很多人 但是现在你看 它的人口真的好少很少 就是一间餐厅又不是 这估计只是一两台客 每间餐厅都是 所以跟我想像中是有点出入的 但我现在也要以一意图 所以就在这里吃了 接着走了一圈 我们就决定来试一下这个 嬌滴滴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小村 叫了这一系列 但是现在空肚吃辣椰 好像对着为民似的 但我都不理得这么多 在香港好像比较少见这些菜式 那我现在要开动了 我先传一个震珠 就开始吃一边 好像很脂肚 我闻到一种香药的味道 哇 看我会立刻胃舒服很多 哇 震得很软 看来看来看 好好吃 它真的超软 如果里面有花生就不好了 里面有扁豆 接着我就要试试它第二个名物 就是这个猪露 好了 原本就这样看老花的时候 不以为是十条花 我看到红油 不是猪露 实在太高陋寡闻 我试试一试 哦 就是这样 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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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原本 好像是蛋 即质感都像蛋 超软超软 而且现在这些都不正 原本有点害怕 因为是猪露 不会很腥 吃辣东西吃到很热 现在出汗了 好 现在就要试试它上瘦酸辣粉 粉多好 它的质地 浓得来不会一咬就烂 然后它真的有点酸味 因为我很害怕 纯粹得到辣 然后它偏咸了 我觉得要喝东西了 因为这间店 只得分达雅汽水 那一天我就去旁边 买了一瓶飲 什么什么好解放 来到它们招牌的老串了 超红粹 超红粹 哇 超红粹 大家也很期待 全雪红粹也很期待 不过我想说我弄散了这些柱子 那我先从苏果开始 这个就是冰箱 这个底很重要 真的 热得很香 比刚才说的 老的 这个真的不太好 它其实很香的味道 嗯 这个感觉有点像打边路 这个是油豆腐 是不是就是豆腹 它溶掉了 很好吃 但也想象到真的很好吃 嗯 雞腎 嗯 整串只好爽 因为它每一串 那两个都是偏少的 但因为它每一串 好像是大约1元入银 所以也正常的 衣饱的肚子 我们就直接走到情侣路那边了 终于来到这个景点了 算不算是在日落之前呢 也算的 至少还是在日落 但是没有那个很美的光 才可以拍照了 大家的感觉都超约闪 那我们就沿着这条桥 走过去我们第一个景点 哈哈 走完这条桥 这个野利岛 就已经日落了 我发现都要走多少路 所以如果大家在外面的时候 看到有共享单车 就可以租了 走走走走 看到这音乐觉得很有趣 就拍下了 这里是不是可以租一些共享单车 终于不用走 之后我发现原来回哼正是租不了的 不过幸好都到目的地了 走了这么久 终于到达了 大家见不见到 这个就是着了灯的日月贝剧场 它是一个贝壳来的 正中间拍过去就是这样 这样看着海 然后有一些风吹过来 超级无敌舒服 拍了几张照 我们就转去第二个景点了 这里又有一些市集了 我来的 我就看到那里有船转木马了 最近还要是白色的 刚才看到那只猫猫散步觉得很有趣 然后刚刚就问了它的主人 是一只布偶猫 就是小时候已经是一个大胆的猫咪 这间咖啡好漂亮 我原本还以为是一间花店 现在就上到最高那层 大家看看 它是否充满的气息 对面就是我离錦户 坐在景山公园的滑索里 走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漂亮是挺漂亮 但因为商场里面 其实餐厅不算多 我装着兜去走几个圈就走了 走到这个天桥才发现 原来它有三条路 桥的另一边就是沙滩 沙滩上面有很多人唱K 那边好像在开音乐会 大家看看 这样一桶的水果茶也是15元而已 吃得三个 但它的味道没有平时喝的水果茶那么浓 嗯 超解寒 请走左车要吃到 哇 这么快就来到这个华法商场了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珠海市里面最大的商场了 我想说刚才在的士上面 真的沸越了 可能因为走太多路了 在野利堂 进去发现这个商场 和平时的商场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偏暗一点的 然后你看看天花板 小鸣了一会儿 我觉得脚立即没那么累 可以走到这边 好像富豪雪糕车 早就已经休息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8点多 我们想吃这间泰国餐厅 就已经休息了 怎么算呢 现在真的好像全部都散了 最后来到华小盒 好幸好这里还可以进去 搞笑 之前特地走过来提我们 就说我们如果咬过香辣是很辣的 然后我就问他 那麻辣呢 他说麻辣是很麻辣的 蒜香就是味辣 青椒子粥就会是中辣 那我们就决定叫中辣来试一试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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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到的是这杯金吉鱼酸 这杯不能选择甜度 等我试一下它会不会过甜 看着它会甜一点 而且知道它的金吉鱼酸真的很酸 如果它的鱼酸不够甜的话 可能是碗太酸受不了 接着职员就帮我们预热定烤 哇等了这么久 终于到 我还加了我最喜欢吃的金菇 哇 我觉得它上菜的时间是偏浓一点 现在它说甜鱼酸是熟的 我看到菜仍然是生生的 那我试一下吃甜鱼 虽然其实我不是特别饿了 但等了这么久 因为有得吃也是很开心 嗯 甜鱼的肉很嫩 而且很香 这个辣度刚刚好 幸好他建议我们修改 不然我怕再辣些我就会不会吃 这个甜鱼哪个位置呢 不要想了 想了我就不敢吃了 试试这个香腸 嗯 这个甜鱼挺好吃的 总体上不是很脆 而且皮是脆的 是干身一点的香腸 但我觉得这个甜鱼酸挺好吃的 不如试试吃洋葱了 试试吃洋葱了 试试看洋葱好像很有味 好吃 好吃 这个皮肤应该会很口臭 哈哈 底的有点热啊你小心 我又差点烫了 终于吃完了 你看我多厉害 乱七乱超脆 我现在真的吃得太饱了 搞到我今晚不能吃宵夜 明天再见了 今天的行程就完了了 Hello 早上 今天就是第二天在珠海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吃早餐 其实本身今天就想去他的海岛 就叫桂山岛 但是因为我看到今天天气都没有特别好 我主要就是想拍一下那些蓝天白云 今天又是阴天灰云 我就觉得再等大家看看 我现在就可能会去庭山公园 然后就会去昨天去不到的景色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蓝天白云 这个是不是就是夏湾 今天就是看来到了这个新技食店了 虽然他的店面就比较简陋 但是在网上有很多人推荐过他 原来后面都还有一位 就这样看真的很受欢迎 你看有多少人 那我们就点了一个山头牛丸米粉 入口非常之Q弹 而且还有少少爆汁 那些米粉的质地都不错 不会一咬就断 接着还叫了一碗海鲜粥 超级无敌多料 这个不辣 这个还不太好吃 味道还挺鲜甜 另外还点了他们的招牌蚝饼 那我就觉得一般般 吃到口是挺香脆的 但是都偏油腻一点 最后还点了鸡蛋瘦肉腸粉 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蛋腸粉 不过他瘦肉份量就偏少了 吃饱了好满足 他的份量超大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韩鲜粥 这面超多料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那个景山公园 就研究一下 这样坐纜车上去 最后就坐那个索豆落 现在已经在景山公园的对面了 对面就是他有城市洋堂 就是昨天去的地方 今天就已经又回到这里了 来远中了 看那个日月贝劲场 我走到这里的时候 在找纜车 我看到那里有一个空间 我就问他 请问纜车怎么去 我打算用这个广东话蒙昏谷 看看他会不会听得懂 他说什么 他说 拉不出 他就试了那边的方向给我 就是普通话有进步的空间 好像就是这里了 售票处就是这里了 接着呢 我们就买了一张套票 两个人用一张票就可以了 大家看好吗 我们就要上车了 谢谢 都挺宽敞的 出发啦 那我来看海 我想说车程也挺短的 因为已经到达了 是一分钟 分多钟左右 就已经到达了 上到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色了 他还有一个打卡位 给大家拍照 哇 原来这里还可以到电院 我们走一会 然后回去玩滑道 完全不容易给大家看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周围有一些椅子 可以给我中途休息 我昨天那个东西来到 就没了 脚都断了 原来他椅子上面 还有无线充电 让我来实测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充电了 真的OK的 大家 原来是一个位置 两个人坐 在外面看这么快 但原来也挺快的 这个很搞笑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的速度 不是很快 但坐上去是风驰电子 然后他还有一些凹凸位 就加强我刺激 忍不住哭了 然后就可以走过去另外一个景点 经过昨天那条天桥 沿路还有海边的景色 可以看一看 不过这个沙滩 不能下水 走在路上 真的很羡慕 有人踩单车 那边密密麻麻 超多人 我们决定在尼远的这个位置 看过去就算了 其实来到有还好 不是真的想想中那么多人 走了半个钟 最后终于来到另外一个景点 我来到这个爱情游户了 踏在这里 我想说海边的风真的很大 看我头发都爆炸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 弄好发型管 一定要噴很多血液 景点附近也有个大商场 这里是我见过最少人的内雪之山 我发现我能坐这个棍向山车 真的不是很方便 你踏脚去走 就穿一个无敌棍 现在可以坐 那就有内雪之山 超过来 因为这里真的无事人 多几次 10分钟就可以吃下午茶了 哇 这么快就可以吃下午茶了 这个是花戏葡萄 那些提子肉在这里很好吃 我还没吃过 哦 这样 现在这些是流山包 但是有没有说的 咸是芒芒味的 但如果要我再买 我没机会买 因为我原本以为 会不会有一些果肉 但我没有 现在它的冰冰包也不是 我相信还会很冰冰 因为它是花戏葡萄 雙鸟包 你看看 它有吃过花 很漂亮 还有提子光 我还不觉得葡萄 超香 里面有大点葡萄 真的不像葡萄 我觉得好像吃到葡萄 还有很甜 我觉得这个包很美味 我吃过很多个冰冰包 怪不知它叫雙鸟包 原来里面还有紫薯 ok的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富华里 我原本还以为富华里是一个商场 我想说富华里也挺大的 大家看 真的很多洞 看到一个类似冒险乐园的地方 就去了玩了 超大 我还偷偷看美女打篮球 所以我也忍不住换了些代币来玩了 我来夹公仔的体力 我已经有心水了 就是这个好像没有了牙的公仔 好紧张 好紧张 真的出尽全力 想夹到公仔 你看看我多投入 我以为自己成功了 我肯定是刚刚的 我记得是刚刚的 终于可以玩到这一支 怎料真的玩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都挺难的 而且超快就完蛋了 你看看别人跳舞跟我跳的 超大分别 然后我转进去玩 第一次的枪營游游游游了 我的事情真的很投入 真的去了 你走去 以为! 要避开子弹 经过了一轮梆的枪…. 弹雨后 终于结束这场战争了 一支枪在手里 需要打卡拍一下照 你看我多划算 这个猪仔游戏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谁知原来也是没需要体力的 哇 你可以进入第二轮 我赢了几次 我看看可以换到什么 问了职员是不是糖也换到 最少都要七八张 今天我们吃的晚餐就是上品月 先来试试它的虾饼 嗯 好吃哦 它的虾饼 接着就是海鲜冬阴公汤 这个汤超多海鲜 我先试试这个汤 哇 真的很香 再吃它的青口 我真的超酸甜的 来到鲜虾青芒果沙拉 这个沙拉真的深得我深 就是有少少芒果在里面 然后酸酸甜甜 超级无敌开胃 至于这个野香咖喱鸡煲 其实也不错的 甜甜的 辣辣的 好吃 真的还要很嫩 为什么这家餐厅这么少 可能我都好吃 是啊 最终也是失手了 大家看看 我来几天都要穿这件衣服 鲜虾 饭后甜品 香辣椰汁糕 想要不应该就这样拿上手吃 很散的 我喜欢上面那层椰汁 但下面那层上面没什么 吃完东西出来了 决定散散步去烧一烧仔 好有趣啊 这个 打烹饭要夹娃娃 这个真的好吸引 整杯都是料 走走走还有表演听 好 刚才听完歌 然后我拿起茶 然后我们就搭退回家了 我想今集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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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